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晚旗是今天2月21号进行的农心杯第十局的比赛 由黑方锦山玉泰对战白方茗玉婷,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选择两个小木,白旗两个新位 之后黑旗点三三在左上方走了一个定式 然后白旗小飞挂,黑旗小飞,白旗继续挂脚,黑旗小肩 之后白旗往上拆边,发展这一代的潜力 然后黑旗往右边小飞挂,白旗单关跳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想要发展下方这一代的潜力,也可以选择逼住 不过付出的代价就是右边的潜力会被白旗破坏 黑旗右边这一块还要继续制估 实战黑旗选择三路拖,白旗搬住,黑旗反搬 这个地方白旗的选择非常多 当然比较简明的下法,白旗也可以选择二路倒虎 黑旗往右边一虎,白旗单长,黑旗往右边补一手 这样的话白旗就可以暂时脱先了 比方说回到左边补一手 实战白旗拆边 这个时候黑旗也可以选择脱先 现在左上方定型 这样下也非常实惠 以后在上方打入就变得更加严厉了 实战黑旗在右下方定型 断打,白旗单长 然后黑旗再往上打吃,白旗站上 这个旗型可能第一感 黑旗还是会选择贴住 然后白旗往这打吃补一手 黑旗再走其他地方 实战黑旗可能想让这块旗的眼型更好一点 所以说不在这 同样是一个先手 白旗往右边拐住 这个时候黑旗并没有直接选择一路班 而是先保留这一带的变化 在上方打入 上方这块空白旗就并不是很好位了 白旗右边还有些保位 黑旗往上可以出头 然后往左边也可以扩大眼位 实战白旗往上震一个 然后黑旗再往右边打入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选择靠压的话 那黑旗简单在上方掏空 不仅破坏了白旗的潜力 那黑旗也成了不少目数 实战白旗往上一跳 先分断黑旗 那这个地方 黑旗实战并没有选择跑出这颗子 因为这样下的话 以后白旗在右上方还是有一些掏脚手段 被白旗先往左边担长 那这样的话 左边这一带的潜力 白旗就全部撑出来了 实战 黑旗在左边打吃完之后二路立 之后白旗往右边小肩 那这个地方 黑旗在外侧还是有一些搜刮 比方说往这一飞 而且白旗要是选择往右边冲的话 黑旗可以先在左边拆 要求连回 白旗要是冲断 那黑旗再往右边单长 那这里还是有旗 白旗只能沾上 那黑旗冲完之后 再往上方断打 之后再往上方补旗 还是可以在这里寻求原地作火 实战 黑旗往左边拆一 那这样的话 白旗只能选择封锁 如果说这个时候 白旗冲下去阻度的话 黑旗往外突围 那白旗左边这块旗 还是显得非常重 实战 白旗连回 黑旗也选择连回 然后白旗在右边打入 黑旗先在脚上补一手 这个地方 如果说白旗选择二路利的话 会落一个后手 那黑旗可能会选择夹过来 实战 白旗在上方断完之后打持 黑旗沾上 这样的话白旗抢到一个先手 这个地方 白旗就面临选择了 如果说白旗拆二的话 那黑旗顺势往右下方一路扳 白旗 这里还要再补一手 黑旗就可以局部脱签了 实战 白旗往一路打持 那这个地方 黑旗也不会选择站上 不然的话 再被白旗往旁边一拆 等于说两边都被白旗走到了 这样下黑旗不满意 右边这块旗就非常的局促 所以说白旗打持的时候 黑旗往上拆 顺势攻击白旗这颗子 然后白旗往外一飞 黑旗贴住 白旗如果说想下的步调快一些 也可以先往上一飞 然后再往前一压 黑旗往左边扳住 白旗再往右边顶住 这样的话 白旗甚至于还可以先在上方补旗 至于右边这一块 黑旗一手旗也封不住 实战 白旗单退 连回 走的也是非常扎实 之后黑旗往外一飞 白旗往上跳一个 这个地方 如果说白旗直接往外出头的话 黑旗再往上一跳 不仅是可以破坏白旗 中间这一代的潜力 而且白旗上方还要继续补旗 白旗补一手的话 以后黑旗往上方二路打拔 那白旗还是牵了一手旗 这里白旗就显得非常重复 效率并不是很高 实战白旗往这跳一个 这样的话白旗在上方这一代 还有些潜力 并且看上去 右边这一块联络上好像存在问题 但是如果说黑旗选择 靠完之后再一尝 白旗还是可以往外突围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旗暂时不用担心 实战黑旗在上方二路打拔 那这样的话白旗还是没有补旗 现在补旗的话 效率并不是非常高 现在左下方的价值非常大 如果说白旗选择拆二的话 那黑旗可以简单往这补旗 然后白旗就在左边围空 实战白旗选择走在这 下的也是非常凶狠 尽可能的给黑旗施压 之后黑旗往左边一夹 那白旗这颗子肯定要往外出头了 如果说白旗选择靠压的话 那黑旗往旁边一顶 这个时候白旗还是要选择单长 黑旗冲断 然后白旗再往前一冲 黑旗再跑出左下方这一块 这样定型的话 还是会形成双方互跑的一个局面 实战白旗小尖 黑旗往上贴住 白旗单长 黑旗再往前一压 白旗往上跳一个 之后黑旗单长 白旗选择二路小尖补一手 那这样下更为扎实一点 如果说爬回的话 那以后在右边黑旗还是会有一些借用 实战白旗不在这 然后黑旗选择再往上一飞 如果说这个时候 黑旗选择往脚上一跳 把这一带的眼位撑出来的话 那左边黑旗继续违空的话 就非常的扁 而且白旗左边多了一些子之后 白旗中间的潜力就可以撑出来 所以说实战黑旗往上飞一个 在攻击白旗的同时 那不让白旗中间的潜力撑出来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选择跨段 然后在右边反打完之后贴住 虽然说也可以往上方出头 但是这样下黑旗左边就成了不少物数 实战白旗往旁边小尖 那接下来主要还是看左下方这一带的定型 好 旗友们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2月21号 进行的农心杯第十局的比赛 由黑方锦山于泰对战白方米玉亭 那现在主要就看左下方这一带的定型 实战黑旗往左边靠住 先把这里的眼位撑出来 然后白旗往旁边一夹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旗选择往左边立一个 阻度的话 那白旗挖针 这样的话黑旗往一路打持 然后白旗在右边反打 黑旗右边这一块还是会被分断 所以说实战黑旗选择站上 然后白旗往右边飞封 不过这块黑旗就算被封住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里的跨完之后再一冲 切断 这里都是黑旗的先手权利 实战黑旗往左边搬住 原地做活 然后白旗抢到个先手 在上方破空 那黑旗左边这块空已经不是很好围了 首先黑旗左边这一块现在还没有安定 如果说往这儿补一手的话 那白旗先往上一虎 黑旗单备一个是旗形的要点 然后白旗再往中间补一手 这样的话以后左边黑旗还是要补一手旗 不然的话白旗往左边一夹 这里还是会出现问题 实战黑旗往右边飞 白旗贴住 然后黑旗单长 白旗再往上虎一个 那黑旗的这个旗形还是有些麻烦 如果说往右边几个的话 那白旗还是会往上一夹 黑旗站上 白旗往左边先手一长 这里白旗还是有一些先手权力 实战黑旗往左边挤住 那白旗还是选择往上夹一个 黑旗单长 然后白旗往左边先手一长 之后再往下方补一手 这个地方AI的建议是白旗选择单并 这样的话这个旗形更加扎实一些 实战白旗追求更高的效率 选择往上飞一个 但是这里还是会存在一些薄位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考虑往中间飞一个 破坏白旗这一带的潜力 实战黑旗往右边走了一手 还是不想让白旗这一带简单成空 并且瞄着左边这个跨端的问题 实战白旗往右边跳一个 这个地方想要切断黑旗的连络 然后黑旗往上一飞 如果说白旗直接选择冲断的话 显然不成立 黑旗反冲一手 白旗切断 黑旗在右边断打完之后 再往旁边打吃 这里就直接打穿了 白旗可以考虑 这个时候往左边单并一手 这样的话黑旗上方还是要补齐 黑旗连回 然后白旗再往右边补齐 也可以 实战白旗选择坚顶 把这一带全部撑住 之后黑旗在右上方动手 断打完之后 再往上拐住 其实这个地方 黑旗可以考虑先往左边单并一手 白旗沾上 然后黑旗再选择跨端 因为右下方多了这几手旗的交换 这个跨端现在就变得非常严厉了 白旗要是扳住 黑旗单长 白旗右边这一块想要联络的话 还是会有些困难 黑旗在上方还有一些新手借用 我们来看实战 黑旗选择先往上拐住 白旗往旁边虎一个 黑旗再往上打持 这样的话 左边还有一个斑断的问题 所以说白旗连回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旗再往左边飞一个 破坏白旗中间的潜力 那白旗就往右边斑断 白旗在这一带 也有些木树上的收获 实战黑旗选择顶住 这个也是一个旗型的要点 而且接下来 白旗右边这一块还是没有完全连回 实战白旗先往左边飞 把这里的空撑住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旗选择在中间补一手 连回的话 那白旗再往中间走一手 这一手旗不但可以把中间的潜力撑出来 而且也有利于白旗右边这块旗的联络 所以说实战黑旗直接选择搬出 然后白旗往外一跳 下一手旗可能黑旗还是选择单场比较好 这样下比较扎实一点 白旗要是再往前跳一个连回 黑旗往上飞一个 白旗跳次 黑旗连回 这样的话白旗上方这一块还要继续补断 黑旗可以顺势在中间破空 这样下黑旗要比实战好一点 实战黑旗选择跳一个 但是白旗往右边切断非常严厉 这个时候黑旗就很难办了 如果说黑旗单场的话 那白旗往右边贴住 这样的话黑旗上方这两颗子还要继续连回 黑旗要是扑完之后再往旁边打吃 这一手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白旗可以选择不沾 直接往中间跳一个 这样的话黑旗上方这三颗子 还是会被白旗吃掉 这样的话黑旗损失还是比较残重 实战黑旗往右边打吃 那这个时候白旗就不会选择跑出这颗子 不然的话黑旗再往左边大跳 寻求联络 那白旗很有可能会落空 所以说白旗选择反打 黑旗提掉 然后白旗单长 把这颗子分段 这个转换黑旗并不便宜 白旗中间的潜力还是撑出来了 之后黑旗在右下方定型 先手一挤 白旗沾上 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旗还是简单连回的话 那白旗就在中间补一手 继续唯控 把这里的缺口补上 实战黑旗往下一冲 白旗切断 黑旗往左边一挤 白旗沾上 之后黑旗在右边冲断 这个地方很显然白旗选择打吃的话 黑旗这三颗子就死掉了 那黑旗的目的就是为了 把白旗右边这块旗跟白旗下方这块旗的联络 切断 这样的话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往上小肩 白旗右边这块旗还是有一些危险 这个是黑旗的意图 但是就算这样定型的话 其实白旗也不用担心 白旗只要往左边寻求联络就可以了 实战白旗下的更为凶狠 直接往右边打吃 然后黑旗撑这个节 白旗选择提节 黑旗往左边一冲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选择沾上 黑旗提节 白旗沾上 然后黑旗在上方打吃 白旗再提节的话 这样会形成一个转换 黑旗可以在上方 小肩 然后白旗在提节的时候 黑旗再往左边一搬 这样的话 白旗上方这块还是被黑旗封锁 但是白旗在右下方 这个目术上也非常有收获 不过这样转换 黑旗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往中间破空 实战白旗还是选择提节 这样的话 形成一个转换 白旗弃掉左边这一块 然后 白旗在右边的这个目术 还是非常有收获 而且后续黑旗右边这一块 还要继续补齐 实战黑旗先选择沾上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 提掉右边这颗子的话 黑旗右边这一块就死掉了 但是 白旗下方的空就会出现问题 黑旗往前一冲 白旗反冲一手 然后黑旗再往下先手一冲 白旗挡住 然后黑旗再往右边一冲 这个地方白旗还是要补一手 提掉这三颗子 这样的话 黑旗再往下一冲 那白旗下方这一块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 这个地方白旗还是选择补一手 这样的话 这块旗的死活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而且把这里的空全部撑住 之后黑旗提节 然后白旗再提掉上方这颗子 那黑旗在右边 原地做活 往旁边一虎 然后白旗提节 黑旗沾上 白旗再往上小尖 这个地方 黑旗往右边挡住就可以做活了 实战黑旗往左边一冲 如果说白旗选择断打的话 那黑旗可以在旁边打吃完之后 再往右边挡住 实战白旗选择二路爬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还是选择往右边挡住的话 那白旗在外侧断打 这样的话 黑旗冲完之后打吃 白旗提掉 黑旗还是要在右边做眼 那之前白旗上方爬一个 这手旗的交换肯定是便宜了 之后白旗在上方还有些搜刮 这样下白旗可以满意 实战黑旗往旁边一护 那这样的话白旗先手一沾 然后再往右边爬一个 黑旗现在已经局部不活了 接下来白旗有一个非常凶狠的组合拳 就是先选择往左边搬住 黑旗在右边有一些先手权利 最终还是要回到左边补旗 然后白旗再往上一冲 直接分段黑旗 黑旗这个时候已经无法连回了 要是往左边虎一个 白旗选择搬断 黑旗往上一长 白旗再往上补断 周围全是白旗的子 白旗要是往上补断 然后黑旗往这切断的话 那白旗就连回这颗旗筋 黑旗还是会被封锁 如果说黑旗要是往这跳一个 那白旗往上冲完之后切断 虽然说黑旗能断持左边这两颗子 但是白旗往右边扑一个 黑旗右边大龙还是会被分段 这样的话这块旗就死掉了 所以说白旗要是现在选择动手的话 非常严厉 黑旗大龙非常危险 实战白旗选择往右边一飞 但是这样的话 黑旗往上一搬 白旗顶住 黑旗其实两边都可以连回 下一手旗 黑旗的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地方黑旗还是应该选择 在上方补一手 因为多交换了上方扳珠 跟白旗顶住 这两手旗的交换 白旗在往这儿断打的时候 黑旗可以反打 并且上方白旗也无法切断 这个地方黑旗可以选择倒扑 白旗要是选择弹长 那黑旗往左边拐住 黑旗大龙还是可以连回 而且白旗中间还是要补一手 把这里的空撑住 这两下黑旗肯定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黑旗单长 然后被白旗往上方扳断 那右边这一块 黑旗被吃住的话 这个损失还是非常惨重 实战黑旗往上小尖 然后白旗点刺 团住 这个都是白旗的权利 黑旗连回这三颗子 然后白旗先手一粘 再往左边一冲 黑旗拐住 这个地方白旗无法直接斑断 直接斑断的话 主要是黑旗在右下方提截 白旗这块旗 气还是比较紧 所以说白旗选择提掉 然后黑旗在中间补一手 把大龙连回 那这个时候 黑旗全盘的空已经不太够了 之后白旗往左边受控 黑旗单变一手 然后白旗往二路小尖 这个都是白旗的先手 再往上把这个缺口补上 黑旗继续往左边一长 然后白旗在中间受控 黑旗挖完之后切断 白旗提掉 然后黑旗再往左边打吃 因为这个时候白旗的局势 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去开这个结 所以说白旗选择战胜 然后黑旗断打 白旗再往上方定型 之后已经没有变数了 我们加快进城 黑旗往左下方小尖 瞄着旁边这个跨段的问题 所以说白旗补了一手 之后双方在上方定型 最后走到 白旗往上一路飞 然后黑旗往上一冲 白旗挡住的时候 黑旗就认输了 黑旗的空肯定是不够 好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旗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